学术培训AT是J1身份学生的一种校外工作许可 J1是学生和交流访客的一种身份 属于美国国务院与美国移民局合作管理的学生和交流访客计划的一部分 J1学生利用AT计划获得与其当前专业领域直接相关的工作培训和工作经验 AT包括但不限于实习、学徒和男女混合教育 J1学生参加学术培训课程的资格,要求如下 1.J1学生必须具有有效的J1身份 2.J1学生必须在美国学术机构就读全日制课程 3.J1学生必须维持J1身份至少一学年 4.J1学生必须具有良好的学术地位 J1学生参加学术培训计划的好处包括 1.获得工作经验 参加学术培训计划为J1学生提供了在其学习领域获得宝贵工作经验的机会 学生可以将他们在学术课程中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应用到现实的工作场景中 2.建立专业网络 参加学术培训计划可以让J1学生透过与其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互动来扩展他们的专业网络 学术培训AT是J1身份学生的一种校外工作许可 J1是学生和交流访客的一种身份 属于美国国务院与美国移民局合作管理的学生和交流访客计划的一部分 J1学生利用AT计划获得与其当前专业领域直接相关的工作培训和工作经验 AT为J1学生提供了一个将学习计划中获得的知识应用于校外工作的机会 不可以 J1学生不能同时参加学术培训计划和可选实践培训 OP学术培训AT计划是J1身份学生的一种校外工作许可 J1是学生和交流访客的一种身份 属于美国国务院与美国移民局合作管理的学生和交流访客计划的一部分 J1学生利用AT计划获得与其当前专业领域直接相关的工作培训和工作经验